大家好,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做编码的工作 那么这节课呢,内容可能会稍微少一些 我带大家做一个代码的优化 之前呢,我们着重于实现功能 现在呢,它的基础功能已经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对之前的代码做一些代码上的调优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首先呢,我们打开这个Action Creator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绝大多数的Action Creator都要被导出出去 但是有的一些Action Creator呢 比如说这个Change List 它是被Get List这个方法调用的 所以它没有必要去暴露出去 那么这种不需要Export的方法呢 我建议大家要么你都放在顶部 要么你都放在底部 这样的话看起来代码的结构会更清晰一点 上面是自己用的 下面是导出给别人用的 好,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我们再打开Index 也就是Header这个组件的代码之中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你到处都要用 this.profs.focus的 this.profs.list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写 const focus的 逗号list 等于this.profs 那么下面呢 你就直接可以用这个 focus的和list了 这是一个结构复值的语法 它在我们编程中经常用的一个点 这样的话你看起来会舒服很多 当然这块呢 你也可以给它弄成一行 这块呢 大家自己来定吧 这么写也是OK的 你再往下看 好,这里呢 也会大量的使用this.profs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方法里面 这么去搞 const focus的 等于this.profs 这块呢 我们这个this.profs的focus的 就可以去掉了 一样的 这块还用了handle input focus 好,handle input blur OK,进了用focus的 好,这么写呢 我们代码就会看起来舒服很多 我们再往下看一看 OK,这块的代码还可以 我们先不动 关闭掉 我们打开这个reducer.js 实际上这块的代码呢 我们要改一下 我们把这块的注释先干掉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大量的使用了if语句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用switch这个语句 来对它做一个替换 switchaction.tap 你可以写case 然后冒号 好,再来一个 所以这块就没用了 Case Case Constant 加search blur 好,Case 怎么去写 最后别忘了写一个default 默认return state 好,这样的话 我们这块的代码呀 就写成了一个switch的形式 它呢,看起来要简洁的特别多 所以这也是switch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场景 这是编程的基础知识了啊 保存 回到页面下 我们刷新 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说到这儿啊 大家要看啊 switch语法一般后面要跟一个break 但这里为什么我没跟break呢 是因为它直接return出去了 所以后面的代码就不会执行了 所以大家呢 如果对switch语法不太理解的话 一定要去搞定这个事 它是编程之中最基础的一个语法 保存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简单的把代码优化成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剩下的地方呢 倒还可以 我们就先不动 下节课呢 我将带大家做这块的功能 也就是换一换的功能 好 这节课先到这儿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